哈喽大家好,我是潘大叔,欢迎收看本期的观战,来观战吧,巴师傅的昆虫学者,昆虫杂技佣兵加油拆,看红蝶上来抓谁了,其实这几个人好像,我觉得杂技跟油拆应该差不多,昆虫的话相对来讲,其实红蝶会难抓一点,这边第一波是能找到油拆,走不了,走不了,走不了, 这个位置一波飞跟进距离,我们蝶这边是压着这一手技能,想把穷人者压在这个窗口,然后一个蝶封住这个点,好,跟过来,一刀漂亮,这一手确实很压得住啊,因为他这边直接交了一个蝶的话呢,拉进距离以后,油拆这边可能就一个翻窗加速直接拉开了,然后翻窗加速以后回头就开始丢狗,因为你的一个蝶交过以后, 其实你没有太多的一个机会去追这一刀的,我觉得这手蝶压的还挺好,压在交互蝶以后,利用这个蝶来穿越地形来追这一刀,闪现一刀,好的,两刀,没什么太多的悬念啊,因为这个点位,第一刀开的好,后续闪现好了,应该是稳定带走的,这波击倒怎么说呢,我觉得,油拆这边也没什么太多办法, 红蝶这边打得非常的好,这边是过来兵你救人,那这户必得跳,这户必得跳,一定得跳,他不能先吃这刀,这样的话呢,还可以再卡一卡,绕后面的那个交互点,直接救吗,直接救也行吧,直接救的话呢,确保自己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,然后赶紧去修机子,这样的话呢,油拆应该是拉死脚,不让你挂到佣兵的密码机,下一波看杂技啊,杂技在哪里,杂技这边是修完机子,已经准备过来了, 昆虫这边也修完了,也就是说机子现在还差两台半,佣兵这边半台吧,差两台半,杂技要不要考虑来救一波,手里面应该有博命吧,没有博命,没有博命,哎,草哥这个天赋,居然带的是玉盒,昆虫这边有没有想法,没博命的话,好像这个救人也不太好救啊,昆虫这边还被通缉到了,红蝶这边是直接切成传送,佣兵顶过来,再来救一波人,那待会儿看一下巴师傅这边,如果这波救人要救呢, 我觉得巴师傅这边要动一动,巴师傅这边要动一动,他这昆虫可能会去尝试宝一手,游兵,顺势捞下来,昆虫,没想法吗,没想法,这油猜就算是狗咬住了,也大不了呀,这个人是扛不住的,完全扛不住了,那局势应该是一个红蝶宝瓶正盛了,就看看, 后面最后一台机子,球者其实要多修一台机啊,要多修产机,要不然待会儿红蝶这边如果快速秒掉一个压足以产机,这个局红蝶就大概率真胜了,挂飞,整个局面呢,现在是一个六四开,我觉得红蝶有一定的优势,但这个优势不是特别大,这边镜头给他巴师傅,昆虫,牵制红蝶,我觉得昆虫牵制红蝶还可以啊,有些交互点位板子卡住的话,红蝶其实还蛮难办的, 来,回身下板,漂亮,再一番,这里虫子给你打掉,这边把虫子给收了,红蝶,哎呦,真的不得不说,巴师傅玩这个昆虫还是有点厉害的,感觉红蝶这波真的就被这个昆虫压制的死死的,没办法,一定要把这个虫打掉以后才有办法来进行一个出刀, 呃,这边的话虫子又好了,那这边还能再玩一波啊,这里的话直接减速,风上,收虫,杂技那边还跳球,天呐,杂技这边吸引了一波,但这杂技是个满血啊,所以这杂技收益不高,我觉得还是得抓昆虫,我觉得红蝶这边的话,其实打一个什么呢,打一个上挂节奏会更好一点啊,就刚才就死追这个昆虫, 然后把昆虫击倒了,上挂了,过来把那虫全部打干净,这样的话开门战才有更多的一个迎面,要不然这三个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,这三个人都有道具,哎呃,对对对,找昆虫,走昆虫,走昆虫,巴师傅,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,就是这些昆虫的一个走位也好,它放虫的一个时机也好,杂技这边的机子40,收虫,卡你口子,这边把虫打干净,对,就把虫打干净,我去,不想说什么呢,这个昆虫有点烦,头皮有点麻, 头都被砸麻了,五秒钟,但是红蝶这边放蝶不太好放,因为昆虫手手上面有一个蝶在,身上吃着一个蝶在,回身,打 这你让我解说都看得有点看不过去了,这个前置啊,巴师傅,这样的话,杂技这边机子压好了,来找佣兵,佣兵是一个,这边,密码机点亮,哎呦,一刀直接打中, 但是这个佣兵还是得跟一跟啊,还是得跟一跟,为什么呢,他有30秒的时间,如果你直接去管其他人,一个户壁跳开,就拖你,对,佣兵就在这边,没别拖你,拖你,拖到你,拖到我倒地了,那这边的话,队友那边也差不多了, 而且红蝶这边估计要把这佣兵挂上,挂上以后看17秒,因为密码机亮的时候,三个人全在地图的这半场,红蝶还是有机会的,但中场的话,我估计会压一个人,中场的人,估计会压一个人,这边杂技已经压好了, 红蝶挂上以后你传,那我这边就过来捞人,你不传,但是红蝶这边,假放传,好,昆虫,巴师傅,虫子已经减速减上了,这边一刀打,放,绕开,要倒了,要倒了,要倒了,蓄力一刀,终于把这虫子给打干净了,世界都清净, 杂技这边得把佣兵摸起来,然后人再溜过去,他把佣兵摸起来后人再溜过去,佣兵这边点门,杂技要到中场卡着,红蝶的话这边应该是飞天一波,中场赶过去了,挽留时间还有大概50多秒,50秒左右的一个挽留,大家要注意啊,杂技这边的一个走位都是沿边线走的,这样的话呢,尽可能不要暴露自己的耳鸣, 飞,找佣兵,佣兵的话刚开始点门,杂技这边还在蹲,还在蹲,还在等,等队有报,等队有报,佣兵这边要报了,有点撑不住,尖管者在我附近, 嗯,这里击倒的时间上来看,待会过去可能没有挽留了,这边佣兵得挂,因为这佣兵是被摸起来的, 这佣兵得挂,挂了那边捞下来,没有挽留,杂技还能再折回来,杂技这边还能再折回来,杂技这把是真的辛苦,贴着强行开门吗,贴着强行开门,好像也行,因为门已经快开了,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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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再折回来好像也没什么必要了,再折回来,那边捞佣兵,佣兵的门也点不了,平局平局,很精彩的一局啊,这局的话其实我觉得, 五个人发挥的都非常的好,给那个不信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